这条鱼得了重度白点病 它是否还能活下去呢 看起来状态非常差 呼吸很急促 这条蛋影雕来到我家的时候 躺在袋底一动不动 我以为它已经死了 当我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还有呼吸 但是状态非常的差 当我把它放在隔离盒里 缓了几个小时以后 它慢慢的可以立起来了 我定睛一看 好家伙 浑身都是白点呢 这海水的白点和淡水的白点 并不一样 它叫刺激引核虫 而淡水白点一般是小瓜虫 淡水白点病可以用深温来杀死小瓜虫 而海水病不可以 治疗海水白点虫一般有三种方法 低比重法 正常的海水是1.025的 而治疗白点病 可以把它放在1.01左右的海水里治疗 第二种是AB铜法 而第三种是用铜药来治疗 我每当遇到海水与白点病 我一般会用铜药来治疗 因为行之有效 速度很快 这只鱼虽然得了白点 但是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可以 于是我把它放在一个能下药的缸里 我们看看它体现的变化吧 我今天过来看它的时候 忽然发现它躲在石头里看着我 这鱼会躲呀 就说明它状态恢复的差不多了 感觉好像是想吃东西了 经过了一周左右的治疗 它身上的白点也退的差不多了 它虎视眈眈的盯着脑袋上方 我就知道它应该是饿了想吃东西了 于是我抄了一点黑壳虾准备喂它 当我把黑壳虾丢入缸的瞬间它激动了 然后张大嘴嗷一口吃掉了一只 它刚才没吃几个黑壳虾呀 于是我准备再撒一把 撒下去的瞬间它就吃掉了一个 然后double kill triple kill 蛋饮雕的状态完全是恢复了 身上还有一些白斑 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菌感染 还下一点黄粉治疗 没想到一周的时间 这条鱼在状态如此差的情况下 浑身挂满刺激引和虫的情况下 它坚强的活了下来 所以鱼都没有放弃 我们也不要放弃治疗它哦